嗨各位小財神 今天你過得還好嗎 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收到了星光銀行的 星光三月聯名卡 這絕對不是打錯字 而是它就是這麼的奧扣 這卡片在這邊啦 來 那我們今天重點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信用卡的開箱 就是非常的令人覺得興奮 因為畢竟這對我們來說就好像是 網購商品 然後就是東西來了 然後來做開箱這樣子 等一下會來做這個完整的開箱 今天的影片呢 我看一下我的這個 index index沒有 好沒關係 我們今天的重點也是很簡單 就是我們要來做信用卡開箱給你看 然後等一下會來聊一下卡片的 這個基本權益 那麼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繼續往下聊說 到底有沒有mgm 因為這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好不好 然後就今天立馬來開始我們的 這個內容 來直接 剪開來給你看 好不好 那因為這個還沒有再做過處理 所以我會先把我的個資稍微先引一下 然後再給大家看 所以請先等我一下下 我先來把我的個資給稍微貼一下掉 之前在介紹這支影片的時候 其實有蠻多人就是有回想 就是在想說 哇好棒喔 我要趕快去辦 但是也有人講到說 欸為什麼我辦這麼久了 結果卡片都沒有下來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啊 所以有時候是我覺得是因為 新光銀行也不是說非常大的一間銀行 所以他們的徵審人員跟這個卡片派發的部分 可能就會比較慢 尤其是你自己本身如果是新戶 辦卡的部分 那的確是要被花比較多的時間去做 系統上的減合啦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請大家還是要多多擔待 好我現在還查最後一個卡號的部分 稍微遮一下 這張卡片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有質感 因為我一直以為它就是一個平面卡 然後可能弱弱的 那其實好像還好 好啦我好了 好啦 這個卡片把它打開來的話 你在這邊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把它 展開之後呢 因為你的卡片放在這邊 所以這是它的開卡函 那開卡函的話呢 如果你要進行開卡 它這邊有這個掃描QR Code 就可以進行信用卡的開卡 好 那寶可夢就是星光銀行給我的額度是40萬 跟趙峰的那個那個 額度是一樣的 好那背面的部分的話就是 它有三個主要的生活類別 你也可以去看 好如果你自己本身 有需要用到這個優惠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拿來用 比如說頂好週四 滿688限者50 好星光影城看電影 也是有這個所謂的購票優惠 台北是220耶 好所以其實也是算滿便宜的啦 好所以這個還OK 那我現在就是把它卡片拿下來 你這個 呃 星光銀行的這個開卡函 你打開之後 你會有三個東西 好第一個是信封嘛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你這個卡片的開卡函 第三的話就是信用卡自動扣角的單子 好這個之前也有跟大家解釋過 好那信用卡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它是長這個樣子有沒有 哦 它是亮面的 然後就是它那個中間那個網格的話 應該是星光三越的本身特殊的那個規格吧 我也不曉得 好那你在背面的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它其實就是一種很傳統的信用卡 好就是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好那它其實是有附帶這個 這個所謂的悠悠卡功能的 你看下面這邊也是 這邊有一個悠悠卡的logo 所以它是一張悠悠聯名卡 那它的亮點的部分呢 等一下我們來解釋一下 所以我覺得你們 可以趁現在來端詳一下 來看一下那個網頁給你們看 我打一下喔 星光三越 對 這長這個樣子 星光三越聯名卡 OK TK 等我一下下喔 星光三越 對星光三越它有一個聯名卡 星光三越卡在哪呢 星光銀行 好我現在把它打開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如果沒有事先弄的話 其實就會發現你要花一點時間去找喔 星光三越卡 對 等一下喔 是怎麼一回事 是怎麼一回事 對 開板幫聯盟 星光三越 真的是有點麻煩 看一下 我把我直接用念的好了 看一下喔 星光三越聯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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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看一下 星光三越 好 星光三越聯名卡 來了 星光三越聯名卡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基本權益的部分 對 好 那因為星光銀行它的網頁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總是會 稍微再讀一下之後再進去看喔 這好奇怪的設計 所以每次都沒有辦法就是 直接直覺的進來喔 所以這張卡片其實它的優勢的話 這邊有寫到就是 你如果拿去它的店內做消費 做美食的部分 其實會有85折的優惠 那它這張卡片跟台星的星光三越聯名卡 其實是有點類似是 呃 親戚裡面搶親的概念吧 但重點的話呢 就是 因為星光的星光三越聯名卡 比較少人辦 所以它的這個所謂的滿額裡的部分 比較不會那麼快就滿額了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片 還是有它的優勢啊 就是辦的人不多 所以你一定要搶到一些優惠 是比較容易搶到的啦 那 它的館內優惠最高是停車4小時 這個大概之前的這個 介紹影片的時候也有講到 提供大家參考 那星光三越裡面的紅利點數3倍 它的紅利點數 大概才0.3吧 紅利3倍大概才0.9 就連1%都不到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是比較不會去推薦 用它來做一般刷卡 因為回饋率真的不高 那 在這邊的話呢 呃 刷卡消費簡訊 一年5次的免費50公里的脫掉 這個 你如果有車的人的話 會比較需要啦 但是我們一般人就還好 那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如果出事的話 是賠2500萬 也OK啦 但是我看一下有沒有其他的 回饋累積的部分的話呢 這邊紅利點數就是 也才20元1點真的有點少 所以這部分我其實也是沒有很推薦 好 來 那再來的話就是他們一些 額外的刷卡優惠 我看一下這邊 呃 星光三越聯名卡的指定影層 最高回饋500 這部分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 呃 如果你是很喜歡看電影的人的話 也許這個活動就蠻適合你的 但是它的前提是 你還是要拿這張卡片做一般的新增消費 有沒有 我看一下 一般消費達1萬5 然後它才送你500 所以它的回饋率其實感覺起來是 多少啊 因為 3%左右欸 就沒有很高啦 就還好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主力在這張卡片的話 那也許可以拿來用 但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覺得好像還好 再不然的話 你就是用它的聯名卡來 星光影城看電影 有6者的折扣 也OK 然後這邊有一個 星光三越聯名卡的指定通路 最高10% 這也是我 一直很認真的 就是 跟大家分享的 因為這就是它的這個 真正厲害的地方 那它的這個 三大通路就是 自動價值 FuPanda跟UberEats 那 它的每個月上限是100 也就是說你刷1000以內回饋100 那我個人覺得說 自動價值的這個通路是比較少 有給到這麼高的回饋的 反而是應該要先拿這張卡片 使用這個優惠 那 像UberEats 或者是FuPanda 它可能還有其他的卡片 比如說 國泰世華的想購太行卡 也是有8%回饋 或者是 你可以拿那個華南的愛網購生活卡 其實也是有相當程度的 這個美食外送的優惠 這個都是可以拿來做替代性的 那反而是自動價值這一塊 是沒有辦法做替代的 所以這張卡片 當然是等一下我開完箱之後 立馬就要進行開卡 放在我的皮包裡面了 因為拿來做小的支付就是方便 包括你在麥當勞買東西也是9折 這樣不好嗎 這跟點點卡一樣好用 所以這就是我個人看到的亮點 那也別忘了喔 它每個月都要做登錄 7月份趕快辦卡 7月31號錢拿到趕快消費 但是一定要先登錄 然後每個月都要登一次 有登就有 沒登就沒有 這是特別提醒大家的 就是像我們JCP10%一樣 也像常常去登啦 真的是沒辦法的事情 真的是唉有點無言 但是小銀行就這樣 他們就是希望說 賭你忘記登 你忘記登之後 那它就賺到 你這樣不用回客給你 但是呢 我覺得我還是盡量提醒的職責啦 就是不論是在我的現實動態 IG現實動態 或者是我的粉絲頁面 我都會一直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也請你一定要趕快來登錄好嗎 因為真的很重要啦 你不登的話就是 錢就被銀行拿走了 不是嗎 那再來的話呢 最多人一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 這個我們卡板幫有沒有特案 因為很多人都在問說 哇這個卡片這麼好 那我想要跟團可以嗎 那我只能跟你講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沒有特案 沒有特案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我們都必須要等到官方有MGM 我們有收入了 我們會提拨我們收入的一部分出來 辦活動回饋大家 那如果官方都沒有MGM 除非我們有合作 我們有賺錢 比如說下業配 那才有可能會有收入 有收入才能夠提拨出來回饋給大家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常常有特案的原因 因為新光不辦MGM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就是有收入 我們就不會再提拨這個獎金給大家 所以我們還是回歸到這個使用卡片的初衷 就是你覺得這個卡片的優惠好 那你也覺得好用 那麼你就去辦下來使用 這個就跟MGM沒有關係 MGM的話 很簡單的一個原理就是說 我們是把我們的優惠再回饋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達到 比官方的活動之外 再多一點抽獎 或者是一杯咖啡的所謂的回饋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就是每次都一直給 因為畢竟就是我們現在的辦卡量很大 然後那個合獎都要花很多時間 這個部分都是要大家一起分工合作才有辦法做完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我們會試情況 如果將來他真的有MGM 我們就會辦活動 那如果一直都沒有的話 我們可能就不會辦 所以現在就是說 你有需要用到你就去辦 如果沒有需要那就不要辦 就是這麼簡單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今天還是要跟大家聊一下 寶可夢的金句 到底星光銀行給大家什麼啟示呢 這個又找了一些成語 來跟大家分享 來看一下 未雨綢繆 所以為什麼要講未雨綢繆呢 這未雨綢繆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說 你確定你真的每一次早上9點 每個月1號早上9點的JCP10% 你都搶得到嗎 我已經兩三個月都沒搶到 有時候是因為工作忙 有時候甚至是因為那時候有通告什麼的 在上節目不能搶 或者是網速不好的關係 所以我幾乎已經好久都沒有搶到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我覺得 與其每個月1號早上9點 再沒跟大家搶 那我還不如直接辦這張卡片 讓我越越登錄 越越直接享有這個好康 不是比較快嗎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就是個人潛艦也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所以你應該要為你自己的未來 就是稍微想一下 比如說像之前介紹的這一支 就是趙峰的這張這個Email 這個EmailHappy的這個信用卡 它也是有5%回饋 那新冠產業這張有10% 所以這兩張卡片我都搬下來 就代表說 將來我有這個小額支付的時候 用這個卡解任務就好 就不用再去想說 到底有沒有搶到 喔真的是很累 所以這就是我寫未雨重編的原因 我們要為我們自己的未來做著想 不要所有的雞蛋都壓在 每個月1號早上9點那個籃子裡面 這樣對你來說是不划算的 所以呢今天的分享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希望你會喜歡我們星光三月的 這張信用卡的解釋跟開箱 心動的話呢下面資訊欄有官方的辦卡連結 點下去辦就對了 這個無關MGM 喜歡就辦 不喜歡就等好不好 將來這種一天總會等到你的MGM 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我先不管你們了 我先就是要先辦來用 因為我就是有這個需求好不好 就是這個樣子 對你來說如果這支影片有幫助的話呢 歡迎你就是趕快訂閱一下 然後小鈴鐺開起來 最新的信用卡優惠資訊消息送到你家 我們的影片都是一道未簡的 講了幾分鐘 上去就幾分鐘 也是就是給大家展示一下寶可夢 就是冷笑為的功力啦 哈哈哈哈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有幫助的話 就是歡迎你公開的按讚留言分享 把這個資訊呢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辦卡A好看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